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又是我DSE数学联盟 继续来到我们的2022年DSE解卷第19条Cpart位置 我们沿用刚才第19条partB的图 如果未看过上一集的同学记得看19条Bpart解卷片 明白了整条19条Bpart在做什么才继续看这个影片 先看看,刚才我们已经有了H的座标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看他Cpart问什么 他说现在有一个三个型叫A.P.Q. 这三个型有一个内设圆,现在要找他的内设圆方程出来 首先第一件事,什么叫内设圆 一个三个型的内设圆,即是在三个型的面积里面有一个圆形 而这个圆形刚刚好就会与三条的边场相切 刚刚好合得到一点 好了,这个圆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 好了,然后值得留意的就是 H点是这个圆形的其中一个切点 因为这个图很明显现在会是一个左右对称的状态 我先拿高一点点,这个镜头很难 如果不是 好,现在这个三角形 很明显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左右对称的状态 好了,而H点也是刚刚好会垂直的 所以现在我们会知道H点根本就是内设圆的其中一个切点 因为H应该是PQ的底点 内设圆就刚好会在底点 相切的,因为它是一个左右对称的三个型 好了,我们顺便画一下,这个内设圆的圆心 我们就当它叫K,拿高一点点 好,叫它做K点 好了,首先我们怎样找内设圆的方程 其实不单只内设圆 你找任何圆的方程 各方向一定是找圆心坐标 以及半径多长的 一定是找这两样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集中火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找K出来 还有我们要计算这个圆的半径究竟有多长 好了,我们立即开球 这里有一只角叫做角P.A.G 好了,这只角我们首先计算出来 好了,来到吧 好了,19C 好了,我们现在计算一下这只角究竟是多少 好了,那你说怎样计算? 你看着这里有一个大一点的直角三个型 G.P.A.G.P.A. 有直角在这里,然后我们要计算这只角 很简单,因为刚才的75 P.G. 和这条100 P.A. 我们都已经计算了 所以我们就会有Tangent 这只角叫做角 P.A.G. 会等于 P.G. over P.A. 也就是等于75 再除100 好了,这里我们就会计算到这只角叫做P.A.G. P.A.G. 究竟是多大的了 先计算一下 Shift Tangent 这个叫做75 除100 好,那这个各P.A.G. 就会是36.86 89 897 65 那么多度了 好了,那大概就会等于36.9 当然了,我们最好也是save它在计算机那里 这里我们靠靠地在旁边写下A这个字 抹下提自己 我们会把它save进去A 好了,这个角找到了 叫做A,我们先抹下 好吧 接着要做一些深小小的东西 你想象一下 这个圆是一个内切圆 即是说这个K其实就是这三个人的内心 内心的话,连条线到角那里 就会是一条角评分线,Angle by Setter 这个位置拿近一点,给大家看 这点P,如果我们连条线到K那里 因为K是内心的关系 PK这条线就会是一条角评分线 图是有少少乱的,所以要看真些 它是角评分线,它评分了哪一只角呢? 它评分了的就是这一只叫做QPK 令到这只QPK 是会和另一只叫做APK A是双等的,我们这里记住先 这样看应该就清晰了,这里 两只角是会双等的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记住这两只角双等? 是因为我们直接可以计算出来的 为什么?你看着这三个型 H,P,A 这半边这个直角三个型 我们用180减走90 再减走这只 刚才save了A的这只角 再除2,我们就可以计算一只 H,P,K 角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这里立刻做了,我拿回 高的镜头 所以立刻来,我们这样写的 就是 角H,P,K 就会等于180 就会等于180 减角P,H,K 就是那只90 然后再减回这只角 叫做角P,A,G 再除2 好了,这里我们就会计算到 这只角H,P,K 就是这半只角究竟是多少 好了,立刻看一看 好了,180 减90 再减刚才save 下的A 再除2 你就会计算到一只这样的半只角 叫做半只角 那就会是26.6度 大概就是26.5 大概就是26.6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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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不要弄书了 把它save到B那里 就是这样的 好了,现在我们连这半只角 我们都有了 连这半只角都有的时候 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这里有一只角叫做GAP 就是这只角 刚才我们有的 好了,其实你看着G P A 对不起,指错了 不是GPA 看着这里叫做H P A 就是稍微小一点的 直角三个型 H P A 好了,我们有A这只角 我们也有100这条边 所以对面这条 PH我们都会计到的 我们会用什么计呢? 用size去计 那我们就会计到 那只 这条边叫做HP 是多长的了 所以我们会计到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写 叫做 size 角 P AH 等于 对面除斜边 就是PH 再随以 PA 那PA是100 所以我们就会计到 PH 会等于多少呢? 看看先 PH 就会叫做100 再乘以 size 刚才计到这只A 好了 就会计到这个PH 是60那么长的 那这个呢? 怕有同学看不清楚 因为都真的有少少乱的 那图 看着这个三个人 H P A 这点是A 先拿开些 A 好了 H P A 我们有这只角 我们有这只直角 我们有这个斜边 所以用sizeA 我们就可以计到 PH 这条边有多长的了 整件事就这样了 好 这里是不是跟到? 好了 顺带一提 就是这里 我们呢 就当那个radius 这里 由K 即这个圆的radius I mean HK 来的 因为这个是切点 K 是圆心 所以这个圆的radius 其实就是HK OK 我们马上看看 拿高 好了 这里 好了 那为什么刚才这么强调 HK就是radius 因为我们现在根本可以计到HK 为什么? 因为HK这条边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只角是直角 那就是在HK 这个直角三个人里面 我们有直角 我们有这半只26点多度 现在连PH 也有了 那就是我们用tangent 这只角就可以计到HK 除HP 从而计到HK 所以我们这样做 好了 HK 再over HP 即是刚才的60 就会等于tangent 这一只叫做HPK 好 这里跟到了 对吧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拿tangent B 再乘以刚才计到的HP 扔过去 60 那就会计到 其实HK 根本就是30 好了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要用文字去解释 所以the radius of 那个inscribe circle 就是那个内切圆 是30 这样的 对了 这里我就不详细文字去写出来 因为解卷影片最主要 都是自在让同学知道 那个计法是如何计算的 至于表达那些到时考试同学 记得要写得足 这里我就不完整句子写了 总之要带出有个文字 跟别人说 所以现在那个内切圆的 半径就是30 好了 万事俱备 我们现在只欠K的座标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到圆的方程了 好了 但是K的座标难不难计呢? 绝对不难计的了 去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根本上一部分 就是这条数的上一部分 其实我们都是用个分点公式 point of division 我们现在只不过是照版转弯再做多次 你想想 这条半径HK 叫做30 对不对? 刚才我们有计算过 这条HA 整条是80 那就是说 AK这一条边 就会是80-30 即是50 好了 我们这样写一下 就会是AK 等于 HA 再减回HK 即是等于80-30 等于50 好了 你想想 这里是30 HK 30那么长 跟着AK 50那么长 所以HK 比AK 就是3-5 好了 好了 有了3-5 你不要忘记 你是有H的座标 刚才上一部分找过 然后A的座标 题目一开始已经给了我们 我们先拿过一点 158和12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根本就可以 立刻用point of division 去计算到K的座标 因为不是太多位置 我写在旁边 我先拿高一点的cam 好了 这里 立刻来了 所以K的座标 就是这个 我们会拿5 乘比H的座标 110乘5 再加上 拿3 乘比A的座标 即是说 拿158 乘比3 再除回 5加3 这个就是X座标 好了 到Y座标 就会拿76 乘比对面的5 再加上 拿A的Y座标 即是12 再乘比对面的3 好了 接着也是除回5加3 好了 所以K的座标 也没有说到 按计算机的事情 好了 这里 就会叫做110 再乘5 再加158 再乘3 再除回 这个叫做5加3 好了 一按就会是128 同一时间 就会在旁边 这里 76 乘5 再加12 乘3 好了 再除回8 就会计算是52 好了 哇 你连K的座标 也有了 你一早就有半径是30 HK是半径 所以 required equation of circle 就会叫做 x-128 的二次 再加 y-52 的二次 等于900 900 是因为30 的二次 好 整条数就是这样做 这个再一次 它是再玩多次分点公式 这样去找了个圆的圆心 好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继续 如果觉得这类型的解决影片 是帮到你的话 又或者你想看一些 关于DSE考试技巧的影片 又或者你想定期接收一些 关于星学 JuPUS最新的资讯的话 那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留言 还有给个like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